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超人真少年 不容易啊 这个末班车 我们来到这个乡间小路 这一集要学什么呢 田业生活 很多人生活过得不快乐 很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 我们平常都在干嘛 赚钱 工作赚钱之后你要干嘛呢 就要生活 享受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的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人生态度 所以这一集 我们来到了南澳 我们要找谁呢 人到优势 三小日子 我们上次有来学过一次木工 发现没什么好学的 那是要找他学的吗 学生活 田业生活的生活品味 那我们时候不早了 我们要来睡觉吧 阿伯老师 你今天呢 就睡这边 是 那你知道你会睡哪儿吗 楼上吗 上面 像他生活是很精实的 是 你就早就早起吗 好的 明天见 嘿咻 这个很稳啊 不会差啊 OK 我不洗澡吗 对 我就要洗澡 乡下人是非常早起的 我们已经准备好跟座了呢 早安 早安 我们来这边 学习人家的田业生活 不能够睡台湾 因为他们乡下人都很早起来 现在四点半 我们大概五点 我们就会在铁里面见面了 师傅呢 师傅好像还没有起来 下家人 怎麼那麼燒氣 二次 你準備好過農村生活嗎 我們鄉下人是很金石的 哈哈哈哈 你的金石現在十點半嗎 沒錯 我們通常都這個時間起床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幹嘛 我們就要去田裡面 採收 你確定現在去田裡面我們不會種植 如果你怕種植的話呢 也可以去超商採收啦 你說又冷氣的地方嗎 沒錯 好 要走 出發 我們三小日子的頻道呢 其實呢 想要告訴大家怎麼自已自足 所以呢 這個一路上呢 它就會包含農業的內容啊 或是勞務改造或是等之類的 像是你們可以看到這邊呢 就是之後我們要拍攝農業的場地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 種的植物 你想要過自己住的生活呢 首先呢就是農業 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有什麼東西 這個呢就是鄉村 主要是驅蚊 是香茅 講錯了啦 幹他媽的香茅 你知道這什麼嗎 是嗎 檸檬香茅吧 我剛好聽到 好 好 這個呢它主要就是呢 它在做泰式料理的時候 就很常用到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味道就是泰式料理 哦 有沒有 你一聞就知道泰式料理了 有有泰式料理的味道 那我們下一個 那一根一根上面高高的那是什麼 這個就是非洲辣木 對它是在非洲是專門救人的生植物 怎麼說 啊因為它的果實呢就是 非常的營養很耐旱 然後它有一個最神奇的 對 它有一個最屌的東西 怎樣 就是你吃下去 我就變辣人 你喝水之後 所有喝的液體都會變超甜 對啊 對 你先吃一個 我看 在這邊警告各位小朋友 就是如果在荒山野嶺 有人叫你吃東西 你不要吃 你要先叫那個人吃一吃給你看 然後 哇 哇 虎頭蜂 那虎頭蜂來的時候我們要幹嘛 我們要緩緩移動 我們是不是要先機會教育 如果小朋友在身上遇到虎頭蜂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爸 我爸常被叮到然後送一集就 幹 不是 各位小朋友 如果你在山上遇到虎頭蜂 它可能就是偵查兵出來偵查你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 用你的原路線 然後漸漸的趕快離開 然後不要去打它 你們有那個野外求生技能嗎 來鄉下生活的時候 鄉下生活哪需要什麼野外求生技能 幹要吧 如果被蛇咬到怎麼辦 吸出來嗎 不吃吧 吃他們就知道這多神奇 你吃啊 你又不吃 你在那邊看會一直講 你又不吃 不是啊 要有水啊 水喔 然後你要先喝一口水 然後再吃這個 然後再喝水你就知道 哇 怎麼世界都變甜了 喔 好 那我們去拿水 吃啊 你要咬碎它 咬碎嗎 對 你就可以 好苦喔 它吃起來咬下去的第一下 很像那個喉糖的精煉過的精煉 然後沒有糖的喉糖 喔 對 但你接下來就會很甜了 現在喝水 好 我跟你講我試一個魔法 然後我幫你加糖 試試看 我沒有騙你啦 你應該不知道台中人 很會就是把人家在山山埋起來 你知道嗎 喔 真的甜耶 就可以說 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越甜的人身體越不好 真的嗎 甘甜甘甜 對你現在喝這個東西 它都會變成甜的 我決定我愛台中飲料店賣這個了 而且我們這有想說 很多人都有糖尿冰果 像我這樣子 就每天配這個 我們店就是不賣有糖 但是你都是先吃了果子 試試看 感覺一下 但這吃多真的不會出事嗎 不會啊 這是很營養啊 這是營養的東西 這是極其營養的果 這變很甜耶 對就跟你們講耶 你知道 就是想試一下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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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試一下 來全部攝影師來試一下 有沒有有沒有 就變糖水 超級甜耶 各位線上的老闆們 有沒有要投資我開這種飲料店 我們一股抓十萬就好 那這個這樣就可以種嗎 對 這就可以種 各位我們發達了各位 我們這就保留一些 帶回去台中 送給會員吧 好 然後阿里斯帶你來看下一株 好 這個是澳洲茶樹 這個也是一種 澳洲茶樹 這也是這精油 也是精油 你可以搓一搓 有沒有感覺到那個SPA的感覺 那種 裸料 不是裸料 喔這個有剛剛 檸檬 檸檬油 這是等一下可以上山材料把它搗爛 然後做成按摩精油 這就是 你買精油最大量的 都來自澳洲茶樹 因為它是所有種精油的樹裡面 它是榨取量最高的 整棵拿去榨嗎 就是它會把葉子都剪下來 然後拿去蒸 所以它們有個蒸餾的過程 澳洲茶樹 GET 你選舉喔 那阿里斯我們今天呢 吃都太多了 我們香蕉生活是很精實的 我剛才香蕉生活現在已經十二點半了 我想吃飯 那我們現在來採收薑黃 薑黃就是做菜的薑黃嗎 沒錯 放在咖哩裡面的薑黃嗎 沒錯 吃下去的黃黃大便出來的薑黃黃的薑黃嗎 不知道 好薑黃怎麼採 這邊 來 空氣在這 這邊就是我們平常用的圓敲 對 我先示範一下 好 等一下 我覺得你是把它打爛的 你是在採它嗎 沒有沒有就是要採到下面 真的嗎 對就是要整個拉起來 就這樣採好了 Yeah 就這樣一個薑黃 根好淺喔 對阿因為這邊是淺根 就是薑黃 我們上次就回去用那個洗車機 沖一沖然後再拿去曬乾 曬乾之後呢再拿去切然後再做成粉 就變成薑黃粉啦 那薑黃粉其實它只是咖哩的其中一個小原料而已 但是所有的咖哩粉的顏色其實都來自於薑黃的黃色 那我來採一顆吧 好 我身為一個劍道籃子 這個握劍的時候 這個手的餅就是要在它的下面用小拇指頂住它 蛤 然後握住 左手出力 然後右手像你毛巾一樣把它擰住 然後右手放鬆 我們主要的力量喔 來自於左手 像這樣子 試步 好你把薑黃砍一半了 我把薑砍一半了嗎 我剛剛把它當成頭啦 各位看一下你看這個台中的斷面 手起刀落 我們身為流浪的劍客 你剛剛把薑黃砍半了 薑黃就不用切啦 你看這斷面袖是不是很漂亮 我們把它接起來吧 好我們幫阿萊斯接回去 然後接回去之後我們再放回去種然後它又復活了這樣 其實會耶 薑黃價錢好嗎 其實價錢滿好的 那這整片裡面價錢最好的是什麼食物 薑黃 真的喔 薑黃很好種嗎 超好種 可以嗎 我告訴你一個秘訣 是 你去小農市集 對 你就看10個攤子 對 你就算出那個比例最高 就是大家都同樣會有的東西 對 你就知道說那幾個東西絕對超好種 台灣人 好師傅讓我們跟觀眾介紹完了 那我們現在要幹嘛呢 那我們現在就 開始彩作薑黃吧 好 好的 那既然呢 你這麼勤奮 是 那師傅很滿意 我都流汗了 那我覺得師傅就送你一些芭蕉 喔 有芭蕉可以吃嗎 沒錯 你不要當厚子是不是 不是啦 那我們就去採芭蕉給你 好 我們採芭蕉 GoGoGo 欸 芭蕉等一下 忘記帶工具了 芭蕉在哪裡啊 喔芭蕉我看到了 芭蕉這麼小 你要吃什麼 可能熟的已經先被採收掉了 其實現在生活就是這樣 對 就是吃東西要看季節 要看時節 剛好就沒有 如果我現在肚子超餓 但是我要等一個季節怎麼辦 搶魚啊 好了 我們來到了南澳的港口 是 要搶魚嗎 還有魚類 通常我們搶魚的時間呢 就是6到7點 要早起啊 那現在這個時間我們在幹嘛 欸不是 其實是這樣 就是呢 那鄉下啦就是很愜意啦 是 那你 該想要什麼呢 你就要在對的時間 去採收 或者是去搶魚 對 不能那麼晚起啊 下架人 所以你覺得現在是不是 我把你推到海底 還是你要自己跳去 沒有 你不可以這樣對師傅 結果有機會就來看看山 看看海多好啊 是 平常都在工作 所以那群人是在釣魚吧 對啊 他們就是 就是 假日的時候就會來釣魚 所以等一下我去搶他們的魚 我覺得還是比較好啦 像我們南澳這邊呢 就是 很靠近山也靠近海 然後你想要最新鮮的漁獲呢 你就 六點來這邊搶魚 你想要新鮮的蔬菜呢 你就到田裡面去採收 其實這個生活就是真的很愜意 步調又慢 那如果我現在我想要吃海鮮 但是 又沒有魚可以搶 那我們就可以去海鮮餐廳啦 有吃飽嗎 有 這很不錯耶 左邊是海港 中間是餐廳 旁邊是餐廳旁邊養的小魚翅 剛才老闆就真的就現撈耶 就從裡面就是 現撈上來現吃 好吃喔 原來在鄉下 自已自足的生活很不容易 對嗎 自己點菜 然後自己吃 然後自己付錢 沒錯 接下來這個 自已自足的生活學好的時候 我要學什麼呢 再來就是 學會放鬆 學會放鬆 就吃飽之後我們要做什麼 當然是要去泡溫泉啦 有啊 有一種神經氣爽的感覺 有 阿哈咧 他已經不見了 不見了 對啊 他不見很久 先走嗎 還是 他剛剛泡一泡就先離開了 喔 因為我們剛剛泡的那個地方大到裸體 所以我拍得很夠錄影 但是舒服 舒爽 你知道這種山林野溪大山大海 讓我壓力很大 為什麼 你要整天不知道在幹嘛 你知道一天整天你沒工作 結果他覺得很慌張 你知道嗎 今天要幹嘛 今天看山 笑我要幹嘛 泡溫泉 用作事耶 他要這樣子在這邊過了好多年 很辛苦耶 哎呦他出現了 他在來是不是 好在那邊啊 什麼意思 招炒蟹喔 應該是吃飯的意思 吃飯的意思 嗨大家好 我是招炒蟹 應該是叫吃飯了 叫吃飯又要吃飯了 對 時間差不多了 又要吃飯了 泡一個整 吃飯是很準時的 泡整個下午了 工商時間 感謝本集贊助 Mizuno防護鞋 你想要有一雙帥氣超輕的工業防護鞋嗎 你常常在家裡面DIY 或跟朋友DIY 或一起DIY嗎 如果今天你的工作不是重工業 不需要防禁電 也不需要完全防水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超輕的Mizuno防護鞋 大抵防油止滑耐油性好彎曲 緩衝優異的鞋底設計 擁有鞋頭保護片 穿著不搖腳 不僅內側使用人工皮革 鞋舌上還有收納功能 溫瓦的快速旋鈕讓你快速的穿脫 一碗需要安全的閃亮穿著 透氣不悶熱 讓你平常穿著的時候 也能夠穿出工業好施燥 我把鞋舌烤了就好了 對 就是胡蘿魚 這個是 鯛魚下巴 自己養的鯛魚嗎 當然不是 都是買的 那這個肌肉呢 這個肌肉是自己養的肌肉嗎 都不是 我今天沒有自己養的 那這香菇是自己種的嗎 那不是 這是確認的 我以為你的香菇生活 我為什麼都自己種 沒有 我最近這個季節都沒有菜了 那這小番茄是自己種的嗎 當然不是 這個還是那個 我去買在地菜單的時候 它那個攤位上就多了一堆菜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會有菜的嗎 他說不是 他是去那個批發來的 台中買來的 對不對 也是去那個批發來 然後就說哇 像這樣 所以這個都可以裝過去 蛤什麼 就這樣裝過去喔 對呀 今天很好 我們今天烤肉 然後呢 我們會有兩個烤 啊 炒盤 我以為會裝過去活 沒有 我們 我們還沒有到那個那個 我期待 我期待你們鄉村生活 是可以裝過去活 我跟你講 他們自己養的植子 那個 跟自己養的植子 所以是有感情的 沒有啦 還在這裡 好 哇 你看這個 鄉下的氣氛 你有聽到這個叫聲 然後鄉下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沒有 一個小小的光 然後後面很黑 然後就突然有人走出來 其實在這個黑色的地方 後面大概藏了二十幾個人 等一下那個眼睛就會亮起來 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吃鄉下的第一餐了 你要墊高是不是 對 好 來啊 單 好 可以嗎 在這個那裡 這樣 這樣有平啊 水平椅拿出來一量啊 看這要量 這邊有吹電的 有啊 平啊 水平嗎 有啊 平啊 我這邊還可以再墊哦 可以啊 平了啦 我目測很準 我看的比水平椅還準 老師你在忙什麼 我在插電哦 我在走電 我在鄉村生活 怎麼可以插電呢 怎麼插電的後燈 哈哈哈哈 吃飯 你們是不是原本幻想 就是我們是可以在山林之間 燒炭啊 砍柴這樣子 對 如果想要看野外生存系列的話 可以在下面 顧費給我們 好啦 這是我們今天採的薑黃粉 然後呢 已經加工好了 今天採今天可以加工是不是 沒有 那是 之前加工好了 之前的份 總算有一個自己種的東西 欸 沒有火了 沒有瓦斯喔 對 沒有 看它的瓦斯是怎樣 等一下我們會開始開採瓦斯 青海爭霸有沒有玩過 有玩過青海爭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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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礦 而且幹那個瓦斯 我們工兵回來了 工兵把瓦斯幹回答回來 你小時候玩青海爭霸 我小時候你知道我打青海爭霸嗎 有沒有打到世界賽 真的還假的 我沒唬爛你 我說是真的 我國中的時候 你國中就是電競學手喔 那個時候電競學還不流行 那個時候網差一個小時 好像還要40塊 啊 我國中的時候 你有這麼厲害 沒有這麼厲害 因為我這邊有好多 好多 謝謝你的晚餐 謝謝你的晚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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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繼續自己做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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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個月 可能員工薪水也發不出來了 很 你知道這世界上什麼都在變 唯一不變的東西是什麼嗎 時間嗎 就是變 什麼鬼 所以當你如果要轉變情緒的時候 首先我們要變換地方 你是真心的想要解決你的創業問題嗎 當然啊 那你公司有設立嗎 沒有 那你有資本額設立多少嗎 不知道 開公司是怎樣 就是首先你要設立一個資本額 如果你資本額設立100萬 純現金可以拿出來開公司 你有三個員工 一個員工我最低最低最起碼總要3萬塊吧 加上老闆給的老健保 再加上員工退休金 你要抓上3萬5千塊 也就是3萬5千塊乘以3 那等於是10萬05 就是你一年的基本人事費是126萬 接下來要算就是你的房租你的租金 你一個月我們算3萬塊就好 那一年下來就是36萬 所以就是126萬再加上36萬 那就是162萬 162萬之後咧 你會開始算你的生活紮費嘛 那你人工吃飯算誰的 老闆的 所以我再加上那些無微薄的紮費 再加上你偶爾請人家吃個飯 那一個月我算1萬5千塊就好了 所以一年下來等於是18萬 所以162萬再加上我們剛剛算出來的18萬 總共是180萬 扣掉你100萬的營業了 如果你現在再接下來 沒有增加更多的營業的話 那你一年過後你就付再80萬 其實我早就知道了啦 真的嗎 師傅都知道我只是靠你而已 好那沒問題啦 晚安睡覺掰掰 等一下還有問題要問 還是 那如果還有人要投資我呢 你說投資你剛剛要倒閉的那間公司嗎 沒錯 怎樣的投資 就是他們想要入股 前期可以先幫助我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你知道為什麼很多人都以為老闆賺得很多嗎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當過老闆 很多人在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從來沒有算過我剛剛那個算式 那你有沒有想過其實 可能你隨便去打一個工 或是你如果是一個有才華的人 一個月4萬塊5萬塊 你一年還能夠存下個60萬 再加上我們剛剛沒有少算的一件事情 年終獎金 話說回來人家說要投資你是吧 投資有兩種啦 一種就是如果你這間公司本來就會賺錢 你何必要人家來投資分你的錢呢 確實 那另外一種就是你公司不賺錢 你想要騙人家的錢嗎 好像是耶 第二種就是10個朋友互相投資做生意 大概9.9個都會最後吵架翻臉 投資這件事情 對於要創業的人聽起來非常的夢幻 沒錯 很多人投資到最後會翻臉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一開始講出這個玩法 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們用剛剛100萬的資本額出來算 我另外也出100萬 那我們的股份被稀釋了 所以我們各佔50%的股份 那誰當老大呢 都是老大啊 沒有這回事 那你就出110萬我出90萬吧 那我就是老大啊 是 所以總要有一個人做決定嘛 公司有公司的玩法嘛 基本上我的經驗啊 我有很多是獨資的 那我也有合股的 今天你要跟人家合股跟合資的時候 你需要的是人家的錢嗎 還是你是需要那個人的能力呢 還是你需要那個人的人脈呢 還是你需要的是那個人的遠見呢 那如果你只是需要他暫時的錢的話 你去跟銀行借就好了 銀行不會跟你翻臉嘛 因為朋友會跟你翻臉 家人會跟你六心不認嘛 你跟銀行借大不了破產嘛 那你何不一開始就不要開公司了 好好去上班不是很好嗎 最近我在這樣想 好那既然你已經有答案 那我們就這樣 睡覺晚安 拜拜 師傅還有個問題要問你 是 師傅你說 來來來 那你要投資我嗎 關於這問題 我明天請來再告訴你 好 我明天早上才來討論 我覺得我們可以好好正視這個問題 好 這會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覺得明天我們應該睡得更好 把睡眠充滿之後 再來認真想這件事 好的 你都睡了嗎 睡了 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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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永遠羡慕著別人的生活 都想要試看看 如果我過著跟他生活一樣的面貌 那我會不會比較快樂 但是一樣的條件 他放在不一樣的人身上 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要嘗試 去過別人已經過得很膩的生活 但很可惜 人生的面貌 就像是吃餐廳一樣 我們如果想要吃很多口味的菜 那我們就必須賺很多的錢 去很多的餐廳消費 這樣子才會有很多的體驗 但有另外一群人 他們花很多時間 去學很多種的料理 他們一樣可以吃到很多菜 可以體驗很多味蕾的刺激 但唯獨人生的限制就是 你一輩子就是只能吃這麼多樣 你的時間就是這麼多 與其你現在羨慕著別人的生活 不如現在 就去過這樣子的生活吧 那我可以過關看你的生活嗎 現在就上LIVEONE收集 超人生造年 並追蹤我的帳號 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 超人生學集 全新影片喔 快步